所以并不是你会去 有谁有能力去救全世界的动物 但是呢 大乘佛教是少数 普度多数的 就像一只海龟 这次我们去 去印尼巴莱岛 救了很多很多巴弹岛 很多很多的大海龟 他就希望每个人就把 这个佛菩萨的力量 自己功德力 融入在这只大海龟 海龟可以活好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他们会说最高的到了两千年 长寿是很痛苦的 长寿很痛苦的 对海龟而言 对不对 两千年在那边 鱼翅受苦的状态 但是如果他成为一个三宝弟子 我们给他念佛持着 愿他发起菩提心 这个变成他寿命两千年 那就有意义了 不是受苦了 是两千年的菩提心 虽然生命的本质是苦的 但是生命对他就有意义了 我想我们对这些鸡啊 羊啊 鱼啊 虾啊 念这个法 是希望转化他 透过佛力 大家的悲心 虽然他外表还是一只鸡 但这一只鸡进入这个世界以后 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只要活着 我们都在供养未来佛了 他虽然飞出去了 他去度众生了 他的生命有他的因缘 哪怕他被吃掉了 那这个无意吃到的人 都得到了这个法的力量 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转变了 愿所有友情都能够发愿 因为愿力的生命会成佛 业力的生命随时在轮回受苦 所以各位愿力要强 你的愿力够强 你的业力不但干扰不了你 不断地净化他 净化他 就像你现在拖了一块冰块 这个冰块要来砸你的 但是你一直往前冲 冰块在后面一直磨一直磨 磨到后来化为水 没有了 但是如果你不发愿 那你就被这块冰块冰到了 压死了 就算你成为阿罗汉 你累劫的业 也会来找你 那阿罗汉只是一种新的瓶颈 而不代表所谓的 究竟生命的瓶颈 所以法华经讲 佛讲一称法 唯有成佛 所以各位要开始这样一直冲 一直冲 不但拖着你的冰块 还要拖着众生的冰块 所以每一个菩萨发愿 都是为众生的 承担众生苦的 愿力越强 业力就消除 不然这个业力会追上你 你就苦了 所以各位每天要不断地 去实践四弘四愿 实践对整个世间的悲愿 实践愿众生成佛的无上愿 不要 不能停顿 不能享受 很多人都说我好累啊 要休息 肉体就睡睡觉就好了 心不能累啊 心不管你关在监狱啊 心不管你在下午油锅啊 你都还在利益的众生 但是这个心态不能被 被外在的环境肉体逆境而退转 退转 那一个人为什么会退转 因为他有自私的成就感 他就会退转 如果他是无私的奉献 没什么好退转 所以如果你是决心度对方 你怎么会退转 如果你只是跟对方谈爱情 那你当然会退转 因为有所求嘛 有所求你没失望 无所求 所以要不断地去分析 告诉他 离苦得乐的方法 究竟成佛的方法 依法发愿 依愿修行 所以了解了生死轮回的痛苦 众生都是父母 我们不能在自私探生时 我们要帮助众生离苦 所以按照佛法 众生都是父母 众生皆有佛性 不应该在自私满足自己 要发愿成佛 普度众生 所以要依法发愿 既然发了愿 各位要实修 所以要实践 四色六度 真实去做 最后 帮助所有众生离苦 各位要很真心 所以我希望各位经常 每天念一遍放生离鬼 窗户打开 鸟来吃了 一两块饼干糖果 蚂蚁来了 甚至你在窗户一打开 全面都在煮饭 都是杀生 都是肉 你看下去 世界有人 天空有鸟 地上有狗 水里面有鱼 那你要每天 为他们念放生离鬼 带着他们发愿 也让自己保持正念 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有些人做早晚课 是为自己在做 甚至有自己的目的 我做早晚课 我很精进 我有在做早晚课 我没有打课睡 但是 当然会有一点福报 但是你不是为众生 今天你念大悲咒 十小咒 念阿弥陀佛 发大愿 晚上忏悔 失识 所以我喜欢带人家做失识 至少还有个对劲 你知道做个事实是为了众生 不是为你自己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 念佛诵经词 都是为自己在做 这样我才可以得到一个位置 得到一个格西 得到一个被尊敬 那这些就跟大乘佛教 没关系 那至少 那至少 焉供比较不容易 但是有些人也是会执着 无所求的 希望他吃饱了 他往生净土 你有一个对劲 比较容易去修 当然能够超越 由相对里面达到绝对 相对菩提心 达到就近 菩提心 那就是一种空性的 自然的去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要用一种 超越的心态 去对谈你的家人 而不是一种流露的过去 轮回习气的想法 让对方很痛苦 你也很痛苦啊 所以各位经常窗户打开 我要开始修行了 利益众生了 然后呢 用你的行动去度众生 跟他吃饭 跟他讲话 给他钱 照顾他 老人病人 要用尽各种方法 但是不要让自己的念头啊 又在一种 是非分别痛苦 所以生命的敌人是自己 不要去随顺自己 我很想骂人 我想要干嘛 这个时候 那你就 痛苦就来了 你要赶快惭愧 惭愧 赶快拜佛 所以你不要去 随顺自己的不正确的 就像你最爱的女人男人 要离开你了 你很伤心 但是这个是错 因为你不应该执着爱情 你不应该怕他离开 他要去修行了 所以你要祝福他 那你要告诉你自己 你不能说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那就你没有修行嘛 你没有修行 你等一下还要造口业 所以至少各位要知道 修行的目的在哪里 修行的目的就像刚刚 你的爱人要去出家了 我妈你别命 我祝你 你赶快成佛 你千万不要在那边哭 你不要离开我 不然你会死 你的爱人会 你死到底死了 你去死 因为你用一种错误的想法 想要去害人是不行的 所以有人要去发菩提心 你不要障碍人家 有人要去出家 你不要障碍人家 所以 但这个世间人 因为了欲望 自私的感情 那你就会想要去障碍别人 我要赢过你 我要赚得比你还多 所以我不太喜欢做生意 就是这样 做生意 心肝会越来越败 对不对 我要赚你钱 我要赚你钱 所以叫奸商 各位以后你做的生意 是属于那种 不用谈价钱的 我卖这个饭给你吃 让你很健康 我这个价钱 平价平价可以胜过 你卖得很快乐 那如果你去卖钻戒 那你就会贪心 你就会有野心 因为卖一颗 我就可以吃一年 这种贪心 那你要知道 你在卖的是什么东西 你把你自己的 这种善良的本性 都给卖掉了 那不是太浪费了吗 就像一个漂亮女人 去做舞女 陪人跳舞 睡觉 一个晚上可以赚好几万 那你划不来 你生生世世要下地狱 受无量苦 因为你破坏到人家家庭 所以我最近认识一个女生 她们找人家来找我 一看 还长得很漂亮 结果一看 看那个样子就知道 过去一定是叫轻柔女子 长得漂亮的轻柔女子 她专门在勾引男人 破坏人家庭给钱 那这一辈子呢 可怜 交了六个男朋友 都跟她睡过觉 甩她 骗她钱 她就觉得很痛苦 我这辈子怎么可能 追求不到一个快乐的 别人有的感情 她家里有一点钱 她长得很漂亮 但是她就得不到 我为了这个东西 我还去找人印证 哎呦 我想的没有错 她真是一个高贵的轻柔女子 妓女就对了 那你得不到 所以我就跟她说 你不能谈这个啦 好好忏悔 这个过去是破坏人家庭 邪淫 拿人金钱的业 好像你还有点善根 青柔女子也会拜佛啊 你赚了钱也会孝顺父母啊 所以你这辈子父母对你不错啊 你喜欢去寺廟啊 她说你怎么知道 我还想过要出家 我说那个是逃避 那不是出家 所以那你要把握这个善根 你对你过去的错误 现在来找你的男朋友 都是过去你拿她钱 破坏过家庭 她还来跟你讨债的男人 没有一个真爱你的 因为你这个业没有消啊 你再交一打也没用啊 你过去想想 你可能破坏了100个男人的家庭 那你现在呢 才第六个呢 后面还有了 那怎么办 消夜吧 忏悔啊 我说如果我是女啊 我忏悔完以后 还问问法师 有没有资格让我真心出家 对不对 你马上出家也不行啊 因为你这个心态 这种青柔女子的心态 勾引男人的心态 玩弄男人的心态 还在的呢 除非你真实的生起一个出力心 惨愧心 他是没那么快的 不是你想做就做了 嘴巴讲很容易 做到很困难的 所以经常有男生 师父我跟你出家 我绝对不会跟你女人在一起 你不用说那些 你还没看到 还没碰到呢 你先发誓好了 如果我跟女人在就下地 这个我就考虑 我说对啊 你看你慢慢考虑吧 你发都不敢发 因为你给自己这个机会嘛 你还在等这个机会嘛 你敢发的人 你就会怕 开玩笑 我发过了 我下地狱 我不能 对不对 这个发愿很重要 发愿而持戒 就是自己做不到 才要请佛菩萨来加持嘛 佛菩萨给你做证明嘛 所以当然 持戒发愿的功德很大 破戒 那业战很重 因为你等于 欺骗十方诸佛 欺骗所有众生 受了菩萨戒还退转 就是欺骗诸佛 欺骗众生 那不下地狱是不行的 所以各位你要出家 我都劝你 出家是好事 但是你要还俗 那就是坏事了 那南传法师可以 南传是为个人解脱 他也不是为佛陀 他也不是为众生 他还俗 那他还有一点福报呢 因为他曾经出家 那大乘不一样呢 所有众生的苦 我要来承担 所有诸佛的愿 我要来实践 诸佛加持你 对不对 所以就像你跟一个人说 你现在给我一百万 那我将来一辈子 我好好的报答你 结果对方就好 一百万给你 结果你跑掉了 你看 所以菩萨界 为什么说不能退转 所以你退转 那痛苦很多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各位 我们劝大家出家 没错 但是呢 千万不要出了家 过日子就算了 不想精进 不想改变 所以不接受劝告 那这样就很可惜吧 所以站在大乘佛教 老和尚每天看到 要发菩提心 是是是 跪啊拜啊 求老和尚加持 让我不退转菩提心 不能有私心呢 不能我要干嘛 我要干嘛 每个人都要盖道场 盖金色 你是为众生吗 还是为自己 有时候自己都分不清楚 是为了面子 还是为了真实利益众生 真实利益众生 别人也感受得到啊 那只是一个名 一个我也有 我也拥有 甚至我们出家也会 你看我信徒那么多 好像我成功了 因为我有信徒 我有人听我讲课 我有人来参加我的法会 如果这个观念 而来得到一个别人的认同 那是在造物业 因为呢 就是不要输人家 这是一种傲慢 这种民理想 这种目的性 目的 它不是一种 一种悲心的东西 目的 所以我讲这个 各位一定要分析哦 所以为什么 我一直要教各位 念要念得很认真 你念得很认真 真实要让众生故意 真实带着众生懺悔 发愿 真实带着众生